现在很多的 除了我们昨天讲第一集之外 现在美国很多的智库 包括学者或者是国防专家 都在讨论另外一种可能 叫做等同于战争 叫做封锁台湾 就像有点类似 上一次裴洛西来台湾 中国拼命射飞弹等等 这也是同于开战的战争时期 所以现在这个叫做隔离 最近如果因为经历过病毒 大家都知道quarantine是什么 这个quarantine跟以前 所谓战争的block 把你block住 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现在美国的国防前官员说 一定要保卫台湾 因为台湾跟世界连在一起 两个原因 应该是这样讲 好那今天当美国确定了 台湾是我们盟友的话 那如何让台湾 这是美国盟友 或是说如何说服美国民众 或是美国其他包含北约的国家 一起来守卫台湾 这就很重要 他们列出两个原因 第一个主要原因是因为 如果台湾被打掉的话 整个第一岛链就破碎 第一岛链一破碎 日本韩国跟菲律宾可能会被下一个袭击的国家 那第一岛链破碎的话 势力就会进入到南太平洋 进入到太平洋 然后进入到关岛 进入到第三岛链到夏威夷 所以这是个很清楚 就是说台湾在第一岛链的中央位置 是最重要的关键位置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台湾可以被称为煤矿坑里的金丝雀 这很有趣 以前人在挖煤矿的时候 都会带金丝雀 放在煤矿里面 以前这是西方人传统 中国人的传统是放一根蜡烛在边边 金丝雀挂或是蜡烛熄灭 都代表里面氧气缺乏 或是代表毒气要来了 所以过去一直有个谚语 就是说煤矿里的金丝雀被视为什么 各项大型意外或是各项状况的先行指标 原来如此 但先行指标 那台湾意思是说 当中国下定决策要打台湾的时候 表示中国对全世界都有侵略的意图 台湾就是那根金丝雀 所以你要确保这个金丝雀的安全 那就是要确保中国没有打台湾的意图 所以你看 这两个就很明显说出 为什么当美国要对抗中国的时候 需要把台湾牢牢地抓在手里 保护台湾 那更有趣的事情是 历史不会变新鲜 只会再重演 现在其实有人在讲 台湾 台湾非常像当年的古巴危机 古巴危机 状况是这样子 有一个小岛在一个强权旁边 这个小岛跟强权水火不容 那这个强权一直想并穿这个小岛 那这个小岛有另外一个强权在支持 另外一个强权不断地给这个小岛军武的力量 最后呢 两大强权因为这个小岛造成了核弹的威胁 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讲的不是台湾跟中国 我讲的是当时的古巴 当时的古巴其实就在美国南方南美洲的一个小岛 那美国呢就是一直想把古巴拉在手里 那古巴那时候靠谁 靠的是苏联 苏联呢 那时候不断地给古巴武器 不断运不断运 运到后来呢 连核弹都运过去了 核弹运过去的时候呢 美国就不能接受 美国那时候呢 就说我们要对这个古巴采取什么 封锁的行为 那封锁呢 封锁的行为 这东西呢 那时候那个美国国会这样建议嘛 对不对 总统说不能封锁 封锁你看喔 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二条 封锁是一种军事行为 代表双方进入到战争状态 封锁是全面阻断人跟物资 那不能封锁怎么办 那我们就强制隔离古巴 强制隔离跟封锁差在哪里呢 隔离就是说 我可以检查你的货物 如果是食物放行 粮食放行 石油放行 武器不放行 那这个东西呢 当时啊 造成苏联跟美国非常大冲突 核弹一触即发嘛 对不对 最后是美国同意 把欧洲的核弹撤掉 苏联同意把古巴的飞弹撤掉 好 状况来了 当时的历史是这样 未来中国有没有可能用 隔离台湾 来规避联合国宪章 第四十二条的封锁 会进入到军事状态 这个是大家在讨论的 如果隔离台湾 对我本来说压力很大 把台湾围起来 哦 如果是晶片要出去 让你晶片出去 那世界各国就不会 急急车车以待的意见嘛 对不对 食物进来 好 那我先扣离一半的食物 一半让你进去 台湾人每天饿肚子 但战斗意识也很低落 但是不会完全饿死 那如果是天然气的 不准你进来 你就洗冷水澡 反正热带国家 洗冷水澡不会怎样 所以这东西是我们要预防的 如果中国才隔离的话 那确实也是一种 新形态的灰色战争 最好不要 我现在想到这些上海那些地方 被隔离人都快饿死了 然后你食物送几个白菜进去 万万不可 不过呢 回到正题来了 现在其实国内也很关心 包括昨天 苏登上院长在立法院 被询的时候 有国民党立委就问到说 是不是已经做好了 台湾的战略物资的准备 包括经济部次长 他英国媒体 泰晤士报访问他 他说呢 台湾是不是已经有一些战物的准备 他回答的很肯定 他说包括粮食 能源关键物资都有储备 而且每个月都有盘点库存 那么昨天苏登上院长是回答 兰尾说 其实你不管是打还是尾 就是封锁的意思 台湾都有做好准备了 包括有三个东西 大家很关键 一个是吃的 粮食 一个是药 药治病 这两个我觉得台湾应该比较没问题 因为台湾粮食有稻米 药我们的生剂业也很强 所以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能源的问题 因为我们有98% 包括天然气也好 或者是石油也好 都是来自于进口 所以呢经济部次长也被访问到 包括天然气等等 到底有什么样的能源准备 我们能不能 万一 中共真的下这个杀手键封锁台湾 我们有准备好了吗 其实这个题目 事实上它已经不是一个新的命题了 因为处于在财政委员会来说 恶务战争在今年三四月爆发之后 我们在财政委员会在上个会期 我们就已经直询过了 那包括台湾台电 或者是其他民间 或者是官方这里 有关于天然资源的部分 事实上呢 早就已经大家有讨论过 包括经济部就说了 政府跟民间的除油 大概是800万公顿 那么战备的存量是大概146天 其实这个事实上 都是有一个规定在这里的 包括我们在做一些 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汉光演习啊 做一些沙盘推演 其实都有数字在里面 只是多数看到演习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比较在乎 是哪些武器啊 哪些配备啊 那包括像这些东西 包括这个燃煤的存量 也有到39天 那么天然气 则会有维持10天到11天 这也是当时 去年我们在推公投的时候 为什么一直说三阶很重要 因为这种天然气的接收站 越多那么表示 我们不论在北台湾 或是南台湾 是各自有接收站 其实这个都是扣合在一起的 其实我还蛮开心 津津今天特别讲到这样的题目 提醒大家去注意到说 台湾确实在俄乌战争来了之后 不论是官方或是民间 都开始注意到说 台湾面对台湾海峡 如果真的被中国封锁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 就是因为我们的战略地位重要 所以包括AIT的墨镜也讲了 台湾海峡事实上 它是一个共同的 所谓一个公共的海域 不只是台湾 包括我们在北边的日本 韩国其实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通道 所以一旦台湾被进入 所谓的封锁的状态的话 那么事实上 美国在台湾关系法当中 也特别的去提到 就是说像这种状况 某种程度就是一个具体的威胁 这个也是这些年 尤其是近年来 在这一年当中 整个国际局势的转变跟转换 那么至于有人提到说 包括我们是不是可以把 这个所谓的护国神山 就是我们的中央山脉 当中来打通 然后来做一个所谓除油的设备 可不可行呢 我必须要讲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 其实不能说太多 因为我们要知道 中国离台湾很近 随时都在威胁我们 包括我们的资讯是很流通的 所以其实我们能够理解 就是立法院很多时候 在野党的委员要咨询 那有的时候 包括各个部会的首长 尤其像我们的国防部长 今天都还在立法院当中 被问到一些相关的国安的议题 到底能讲多少 哪些不能讲 我必须要讲 包括立法院前两天 游林静委员 然后联合成立的一个叫做 立法院的全民防卫 联署的一个所谓委员会 它是跨整个立法院 那我是副会长 我是代表财政委员 还有其他未还交通经济 我要强调的是 很多事情都在做 都在部署 因为恶物战争让我们体现到的事实 就是知道台湾确实面对中国 我们的威胁很近 但是即使不是现在立即的威胁 我们要做好准备 是有准备的 因为曾文生 其实他有讲一个东西 台湾海峡 就是台湾的地理位置 确实很关键 因为不要讲这些能源 有船 什么都必须运 包括全球的物资 有很多 包括周边临近的国家 你要运送物资进口 都要经过台湾海峡 所以他点了一下 他就说 如果这些船都要经过台湾海峡 台湾就在中继点 所以我们相对欧洲来讲 因为欧洲是大陆 他们现在的天然气 就硬生生被断掉了 台湾相对而言 我们手上的牌比较多 所以就像孙商讲了 我们都有准备好 但是不适合告诉你太细 好吗 请大家不要担心 炸草成的